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比较进一步的CSS 它里面有三个关键 第一个是怎么样定位Tag 第二个怎么样定位ID 第三个怎么样定位Class Tag就是指这种标记 像HTML、HEAD、BODY、DIV 这都叫Tag 第二种是ID ID就是指像这里有一个DIV ID等于TopBar 这个ID就是指说这个标记 这个区块的名字 最好是独一无二的 以ID而言它设计就是要让你用来作为它的名字 名字重复的话就比较不好 第三个是Class Class是指类别 那就是说我每一个标记上面我都可以附属一个类别 像这里叫Class A 这里叫Class B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三个线索来定位你的区块 定位你的标记 那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底下这里有一个DIV框 那这里有三个DIV框 我里面有一个叫ID 是TopBar 另外一个Class 是Class A 另外一个Class 是Class B 那当然有很多个标记都可以有同样的Class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定位这个DIV的话 你直接在这个上面写DIV就可以 前面不需要加任何符号 但是如果我想要定位这个ID的话呢 我前面要加警字号 警字号就是代表ID的意思 那在CSS里面 那如果我想要定位某个Class的话 我前面要加逗点 逗点就代表Class的意思 在CSS里面 好 所以我们可以用上面的这个例子 上面的这个例子 来看一下它的定位方式 不过我其实这边已经有了 我直接打开 好 这里你会看到顶区块呢 是有点灰灰的蓝色字体 然后呢 A区块呢是黑的白色字体 B区块是蓝的黄色字体 那你可以看到 OK 我们是不是这样写 顶区块呢是灰灰的蓝色字体 然后呢 A区块是黑的白色字体 然后B区块是蓝的黄色字体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Pedding和Margin 就是内边框和外边框都是设10点 所以让它不会那么窄那么几 那你会看到像这样的情况 OK 那这个东西你多宽 它就是多宽 就是 就是它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写吧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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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一的标记 我们就直接写那个标记名称 如果指定某个ID 我就写警字号那个ID名称 那如果指定某个class 我就写豆点某个class名称 这是简单的情况 但是呢我们事实上还可以串接 串接 什么样叫串接呢 你可以看到classA table 代表说我要在classA的标记里面找一个table 这个东西 所以呢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classA table 就是只有在classA的标记里面的table我才要 其他的我不要 那写这个topBar 那就是只要是topBar我就要 那写这一个topBar table 然后classA 这个呢 就就比较复杂 但是说在topBar这个ID里面找一个table 这个东西 那这个table呢 里面具有一个classA classA里面的超连结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一直 一直不断的套用 就是找他内部内部的东西 一层一层下 那如果你用豆点的话 还可以把多组的选项 这种是选取方式 你用豆点的方式的话 可以把多组的选项同时赚写 就不用后面这个东西写两次三次 你只要在选项上面写 写你要的选项就可以了 那这边大概就把CSS的核心观念就讲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CSS的比较复杂的范例 那这里有一个是W3School 这里它有专门讲CSS 而且W3School的内容很好 它里面的范例都很好 那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CSS的话 建议你可以稍微进去看一下 那它是英文版的 但是事实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中文版的 建议看英文版 W3School里面 讲CSS Tradition Synthes ID Class Background Test 这些 那进阶的部分 那这些 那当然CSS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 它的东西 你还是不可能记住的 你程式的东西几乎都是这样 那你要用的时候 去稍微搜寻一下那个标记就可以 好 那这边我们 我有一个我常用的CSS的档案 我们列在这里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些呢 就是HTML,Body,DIV 这些所有的标记 我们都做什么事呢 都让它的Margin变成0 Padding变成0 这样它就不会有外框 也不会有内框 那Boulder变成0 就是都不要有边线 Funt继承 就是它都会继承外面的那一个 复节点 字形都会继承复节点 然后Vertical Line Space Line 就是针对基准线来做对齐 那Line Height是160 让它的宽度比平常大60% 那接下来是标头 标头 H1 一直到H6 这都是标头 那我们都要用灰体的字 比较属于灰色字体的 深灰色 然后边线是0 边缘的高度是0 那其实这里有点重复 重复没有关系 因为两个一字就可以 接下来呢 FuntFamily 就是它的字形呢 我们要用标凯体 加TimesNewRomain 标凯体加TimesNewRomain 就是指说 当中文的时候套用标凯体 英文的时候就套TimesNewRomain 好 那Found Weight呢 是Bold 就是出题 也就是说标题 我通通都要用出题 那接下来这里P P是指段落 段落的话呢 我们要让它边界 上界是10 下界是15 左右是0 那字体大小100% Li字体大小100% Foot Foot里面的P 是这个颜色 Foot里面的段落的字体 是这个颜色 好 那这个A A是指那个超连结 那超连结它用的 我们用的比较复杂一点 它有做Transition 那这个我们待会弄个例子来看 其实也不用弄例子 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使用那一个 那一个 所套出来的 这个CSS 所套出来的 好 那OK 其他还有一些 就是比较偏向HTML5 的CSS3的部分 好 那另外 表格呢 要Boulder Collapse 就是边框 让它垮掉 就不要 不要边框 那Boulder Spacing 宽度是0 就是不要有边宽 那Boulder 边缘呢 用一点 然后用实线 用这种颜色 那 Margin Bottom 就是下边界呢 要20点的宽度 那 文字对齐是靠左对齐 那 Margin Left 和Margin Right 都是Auto 代表说它会自中 这表格会自中 另外呢 Th 就是 就是那个 表头栏 表头栏的话呢 它 padding 就是 内边框 内边缘呢 要有10点 那 背景颜色 要是黑色 颜色是白色 文字颜色是白色 那 TD的话呢 边缘也是10点 那 但是它的边缘 要有 要有一个实线 那 强调的时候呢 就用出题 那 这边 tabbar 就是 顶端 顶端的 这个 用ID写的那个表头 我这边 顶端用ID写的表头 是这个 那顶端用ID写的表头呢 它是 边缘不要 然后呢 有一点的边框 然后 边框不要 然后 自行继承 然后 对齐呢 是根据基准线 然后 背景颜色 是黑色 OK 字体颜色 是白色